我说叫大家不卖房,我说对了吧,现在深圳又放大招了,深圳现在出了一个新的政策,把二套房的首付降到40%,这是什么意思,因为自从限购以来,深圳的二套房的首付比例都是提高到70%到80%,普通住宅是70%,非普通住宅是80%的首付, 就是这么高一个首付,把很多想要买二套房的人给拦在了门外,现在就是大招一个接着一个,这个可是非常厉害的,把二套的首付从70%到80%,一下降到40%,这样很多人又可以买得起了。 我都说了,国家是不可能让房地产崩盘的,房地产是我们国家经济的压仓石,是重要的经济支柱,怎么可能崩呢? 就这几年的一个调整是不是,已经对经济造成很大影响,当然经济不好也是对房地产有影响,这两个它都是互相影响,相辅相成的。 那你拿着房子,你不要急呀,房子不是股票,不用炒来炒去,而你一旦割入了自己的房子,你想再上车,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。 当然了,有些人他运气好,他在很高点的时候卖掉,他那个钱呢,又存得好好的在低点买回来,这种都是少数。 还有一些人他在高点把房子卖掉了,然后拿着一大笔钱去投资,去理财,就被跑路了,归零了,这种也有,你说这种倒不倒霉,是不是? 那种正好卖在最高点,又正好抄在最低点的,它毕竟是少数,而且房子,特别是一线城市,有很多限购政策的,你把那个房子卖掉,你再买,可能那个要求,那个标准就不一样了,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。 而且你卖掉的那套房子,你不一定能买回来,因为被别人买走了呀,你可能买不到自己中意的房子了,这一些都是风险。 就是当房地产回调的时候,国家一定不会不管的,它一定会出各种政策的,是不是?你看看,一个个政策来了,先是把那种高利率的降利率了,解放了一批韭菜,至少减轻了咱们一批韭菜的这个还款压力。 这下你看深圳一线城市又放大招了,现在利率又低,首付又低,贷款又容易,对于那个想买房的来,现在绝对是很好的机会。 很多人说房价高,你像现在一线城市已经回调了30%到50%,我个人认为啊,这个泡沫已经挤得差不多了。 因为房地产回调的东西,房价这个东西,永远不能看到网上负面的声音,那些说买不起一线城市的房的人,他们是负面的声音,因为一线城市的房子本来就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的,对不对? 我们在一线城市,那一些好房子我们也买不起啊,这很正常啊,每个人都要去根据自己的条件,买自己买得起的房子。 就深圳也有很多便宜的房子啊,你不能总听那些负面的声音,因为他们总是盯着自己买不起的房子,说这个房价泡沫太大。 实际上房地产你要看那些有购买力的人,他的收入,打比方说啊,现在深圳的很多区,包括核心区,罗湖都有些老房子,一套下来,就是小户型的啊,一套下来200多万。 但是大家想一想,现在很多人的收入,就普通的收入,一年都是几十万,包括一些农民工,人家都说了,人家一年一个人都挣十几万,人家送外卖的一年都挣十万,都暂时十万。 我在那个自媒体上都看到人家这样写的,那你想啊,就是作为最底层的劳动者,体力劳动者,人家两口子一年都能挣20多万。 那你说200多万的房子贵吗?根本就不贵。那还有很多高收入的,像深圳,现在很多人啊,就是好一点的工作,在大厂的,人家月收入都是三万起,五万起的,我都认识很多这样的,有些刚毕业的学生分到华为,人家那个月薪都是两三万起步,腾讯都是两三万起步。 所以那些500万的,1000万的,对这些人来说也不是什么问题,何况深圳有全国最多的上市公司,深圳现在有400多个上市公司,这又吸纳了多少老板,高管,精英,他们有的是钱,就是房价啊,你要看那些收入高的人,这个房价救不救得了,就要看这些买得起的人。 不能看那个,比如说,我就是一个送外卖的,本来呢,我是在县城,我是买得起房子的,但是呢,我非要看着深圳的房子,而且看的是深圳那种贵的房子,那你肯定是觉得很大泡沫了,是不是? 那你要看看深圳也有便宜的,还有看看你所在的城市,那个也有便宜的,实在不行,赫港还有两万块一套的,对不对?并不是说房价都很贵,就是很多人盯着买不起的,就觉得房价泡沫很大。 实际上这一次的回调,很多好的房子都回调了30%到50%,这个跟08年是一样的,08年的时候,很多好房子也是回调了30%到50%,那时候买房的人后面全部都赚了,因为这个国家放水呀,放水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次换血,那些加了高杠杆的那些炒房客呀,都被挤出去了,那真正的有需求的,有购买能力的,人家现在上车,就是洗牌。 就你不要害怕说,这个经济周期怎么怎么,好像世界末日了,世界不会末日,中国14亿人口,不管这个经济怎么变化,这14亿人口,衣食住行,它都是正常在消费,对不对?怎么会末日呢? 还有世界上已经全球有81人口,接近80亿人口,是不是?每天衣食住行,这个地球照样转,周期就是一次洗牌,它洗完了,再晚过了,还是黎明,就一样的,就不要太悲观,而特别是房子这个东西,对不对? 本身呢,我们普通老百姓,置办一次都不容易,你不可能是今天买,明天卖,今天买,明天卖,像股票一样炒来炒去,那也不现实,所以说呢,如果这个房价跌的时候,如果你只是一套自住房,你慌什么呢? 对你威胁不大呀,你就自己住着呀,因为你不住,你把它卖掉,你还要去掏租金,你以后还是要考虑自己买房,要住,对不对? 对,如果你有几套房,你也不会断供,你也没有加很高杠杆,那你那几套房肯定是可以出租啊,对不对? 你住到便宜的房子里,把那个租金高的房子租出去呀,你腾挪了一下,等挺过这个周期,照样是春暖花开,对不对? 我觉得深圳这一次这个政策,力度还是挺大的,就是把二套房的首付降到40%,这个力度还是挺大的,不信大家可以拭目以待, 就是房地产一天起不来,国家都要不停的出政策,一定会把它拉起来的,这个要对国家有信心,对不对? 你要是对国家都没有信心了,你不买房也没用,你拿着人民币有什么用呢? 人民币是属于我们人民的,是属于这个国家的法定货币,对不对? 你说你对国家都没有信心,你拿着啥也没用啊? 那你对国家有信心,那你对房地产更要有信心,因为房地产就是国家的经济压仓石,是很多老百姓家里最主要的一个资产配置,一个居民财富,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觉得在悲观的时候,在别人悲观的时候,我们就不要太悲观,我们对未来要有信心,这个周期都是循环往复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你宝贵的观点,点赞,转发收藏,评论,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